霍格沃兹遗产,快问快答 问题一,有哈利波特角色吗? 没有,你们喜欢玩的赫敏戈兰杰也没有 奎提琪也没有 因为JK罗林并没有参与创作游戏 这也不是根据小说或电影改编的 游戏设定在哈利波特的故事发生之前 问题二,只有PS5能玩吗? 2023年的2月10号在PC,PS5,还有XSX上发布 4月4号在PS4,XBOSS1上发布 7月25号在Switch上发布 问题三,这是一款什么类型的游戏? 沉浸式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RPG 问题四,是用虚幻5引擎做的吗? 不是,用虚幻4做的 问题五,PS版的画面怎么样?有4K60帧吗? 在PS5上有很多模式 画面模式是1800p30帧,性能模式是2K60帧 还有平衡模式,光追模式 我用性能模式玩的,画面属于虚幻引擎比较好的那种水平 问题六,游戏多少钱? PS5光盘版475人民币,豪华版585 PS5数字版548港帧,豪华版628港帧 我预购的是豪华版,多了一些东西 另外可以提前3天1万 PC Steam版298元人民币,豪华版338元 这款游戏对配置要求不高,推荐显卡是1080Ti 问题七,游戏算贵吗? 500多人民币70美元,算是PS5的标准价格 其实并不算贵 各位要知道,在环球影城,一根魔法杖就得300多块钱 一件魔法炮要800多块钱,买的人多了去了 一个游戏要你600块,你说贵吗? 问题八,游戏有多大? PS5版80GB 购买数字版需要下载安装 如果网速不好,估计要下载几个小时 在这儿推荐使用汽油联机宝3 Pro 支持PS5,PS4,XBOX,NS全平台主机加速 它的作用有两个 一个是提高游戏的下载速度 因为游戏在香港的服务器 第二个作用是玩联机游戏延时更低更稳定 喜欢用游戏机玩多人联网对战游戏的玩家推荐来一个 问题九,这款游戏适合什么玩家,值得买吗? 我先问一个问题,你想当一名巫师吗? 从头体验一遍哈利波特的冒险历程 很多玩家喜欢塞尔达的世界 于是就有了原神 还有很多玩家喜欢环球影城里哈利波特区 于是就有了这款游戏 这里有正宗的魔法世界 如果你连邓布利多和斯内普都不知道是谁 咒语也不会背一句 我建议你先看看吧 这款游戏我刚开始玩 等以后玩一阵的再和大家分享